当播足球快讯 2021年4月17日 法兰克福火拼武信家柏 星期六晚上 不夹第29轮 友好戏上演 届时由法兰克福 客场挑战武信家柏 法兰克福近方出色 球队现时正处于连胜当中 而武信家柏同样处于不败当中 状态回涌 今次较量两队 都不会轻易言败 一场激战成和的结果就在所难免 武信家柏从2月初 至3月中的联赛战绩不堪入目 多伦不胜之余 重要输波居多 排名亦因而折折下降 而他们的杯赛表现 亦不尽于人意 紧随着球队在闯入欧冠16强后 被曼城双杀从而亦止步于此 但正所谓失雍失 马然之非福 欧冠的出局 对于武信家柏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主帅亨达终于能够专心应付联赛 果不其然 在之后的三轮联赛中 球队凭住史丁特 马古斯道林 和艾维迪等人的出色表 现斩获两胜一和的不败战绩 他们的状态回勇明显 28轮过后 球队以10胜10和8负个战绩 重返联赛第8名 武信家柏赛赛季至今 军场1.71个入球数 进攻可圈可点 而军场1.54个失球数 就侧侧面反映出 武信家柏的后防线并不稳固 需要留意的是 球队最近四轮联赛主场 遭遇一胜三负的劣迹 近期在自家门口踢球的表现难言理想 不过看球队过去五次 对法兰克福保持不败的情况下 今次武信家柏有力 至少保住主场一分 在阵容方面 前锋史丁特 同道斌梅素等人 因伤不可以出战 而门将恩苏马 同中场卡马被罚停赛 另一边 要讲到近期势头 最猛的球队莫过于法兰克福 球队已经连续五轮未尝败职 而最近三轮 更是拳打柏林联 脚踩多蒙特 上将亦成功复仇旭以夫斯堡 拿到三连胜 球队排名因而十分稳固 目前他们正以十四胜十一 和三负的战绩 稳居第四名 勾贯之格近在眼前 球队今季能有这样的战绩 要归功于他们的进攻方面 军场2.11个入球数 仅次领先紧的拜仁 法兰克福封线上座勇安祖斯华 他目前手握23个球 在德甲晨射手榜上位列次直 令无数球队的后防线为之胆战 近期安祖斯华不单只为球队连长建功 更一度上演梅开二度的好戏 今次安祖斯华的发挥尤为关键 不过法兰克福近几年 面对无讯家拍一胜难球 加之他们最近客战发挥起伏不定 金铺辉军出征几队黑星的首要目标 应该是全身移退 在阵容方面 后卫艾马美托尼 和前锋拉拿艾智因伤无缘披挂 我们是安波足球快信 多谢你的赞同支持 立即下载M直播 随时随地在手机自在看球 我们是 можете帮助